嗨,大家好,我是美,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這集的影片呢,美想要幫助大家在新的一年建立正確的飲食觀念 不要再用錯誤的方法減肥了 影片主要會分為三個部分來講解 第一個是如何設定自己的卡路里以及營養素的分配 第二個部分我會列舉現在人會犯下的錯誤 那第三個部分呢,我會告訴大家一些調整心態上面的問題 那如果你對這集的影片有興趣的話,就跟著我繼續看下去吧,go TDEE也就是指你每日消耗的熱量 為什麼要講到TDEE這個觀念呢? 因為基本上我們人的體重就是每日的熱量攝取 以及消耗之間的平衡,也就是energy balance 那如果你的攝取比消耗的多,你的體重就會增加 那如果你的攝取跟消耗是差不多的,你的體重基本上就會維持不變 那如果你想要體重下降的話 你的消耗就要比你攝取的還要多 或者你就是盡可能的增加消耗去打破 你身體的能量平衡以達到減肥的目的 那這個TDEE呢,是來自於我們的基礎代謝率 也就是BMR再加上我們一日可能像是我們走路 我們跟人家社交,我們去上班上學 各種我們一整天可能會消耗的熱量 然後再加上吃進去的食物所生成的熱量 食物的生熱的效應 以及刻意安排的運動 比如說我去健身房運動所燃燒的熱量 總共加起來就是我們的TDEE 好,那因為呢這個TDEE的算法呢就是 會需要知道你的基礎代謝率 所以很多人會去健身房 然後透過數據的方式得知自己的肌帶 那網路上的算法呢 很多都是從你的基礎代謝率 也就是BMR 然後透過你的活動係數 判別你這個人大概是低等的活動量 中等還是高等的活動量 會得知你的TDEE大概落在哪裡 那我這邊也提供一個算式給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算算看 那我這邊的ATIVITY LEVEL 也就是你的低等中度跟高度的活動量 也就是如果你是低等活動量的話 你應該就是一個久做組很少運動的人 然後你是中度活動量的人的話 你可能一週可能平均兩到三次的運動 常常會有外出走路的一些習慣 那就算是中度 那如果你是高度活動量的話 比如說你的工作需要體力活 或者是你是一個幾乎每天都在做高強度運動的人 就是歸類在HEAVY 然後這邊我區分為MAL跟FEMAL 就是男生跟女生的一個係數 那這個方式 你用你自己的體重 然後去乘以這個數字 例如說如果你是一個低等活動量的男性 然後你70公斤 那你就是70乘以38 如果像MAY的話 我會把自己歸類在中度到高度之間 所以我的體重目前是54乘以37 10乘以37 等於1998 就是一天大概2000大卡 一個乘以44 等於23 所以以這個表而言的話 以MAY我幾乎每一天我會日走萬步 加上我幾乎每一天會去健身房運動 就是一個高度 中高度活動量的人 所以我的TDE就會落在2000到23之間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子的算法 你還不太確定的話 我也可以直接貼給你一個連結 它就是一個直接的計算機的一個公式 然後我是從國外他們做那種營養的那種計算的網站去找到的連結 我覺得這個網站很棒的是 它會要求你輸入你的年齡、性別、身高、體重 因為這些都是可以影響肌帶的重要因素 還有你的一週的活動量 那我這邊算出來的也大概是落在2000大卡左右 所以之前我有拍過一部片就是我為什麼一天可以吃2000大卡 這個就是依照我的活動量所訂定的一個TDE的數字 那有時候你會高估或低估 所以你可以就是去觀察你自己的體重的小幅度的變化 來去調整你的TDE 那所以你想要減脂的朋友的話 會建議你的TDEX0.8 也就是例如我的TDEX2000的話 X0.8大概是1600 另外一種算法就是你可以直接減掉300到500大卡 建議你創造這樣子區間的赤字減脂會比較明顯 那維持的話就是吃大約TDE的量就好 那如果你想要增肌或者是增重的朋友的話 會建議你大概攝取TDEX1.1到1.2 所以我這樣算起來是2200到2400 我已經得知我一天差不多要攝取的卡路里量 跟我如何根據我的目標去設定的話 那下一步我就要教大家怎麼去分配自己的營養素 那我們都知道三大營養素分別是蛋白質 脂肪還有碳水 是最首要的我們要care的是我們的蛋白質 特別是有在運動的朋友 我會建議你的蛋白質的攝取盡量的拉高 到X1.6到2.2倍之間的蛋白質的區間 是會比較可以幫助你的肌肉合成 那最簡單的方法我就會直接X2 例如說我現在體重大約55 那我直接X2 我一天至少會督促自己要吃到110克的蛋白質 那我們都知道蛋白質呢 一克就是可以產生四大卡的熱量 妹老師又來了 所以呢 110X4等於440 我的蛋白質的一個熱量攝取 蛋白質寫一下 好那接下來第二個你要處理的是脂肪的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一般的建議呢 你的脂肪大概就是抓20到25%區間 不建議低於15% 因為那會影響到你的荷爾蒙 除非你是生童 你才可能會吃到30到40% 所以就會直接建議可能抓25% 如果我的TDE2000 2000然後乘以25% 等於500 這個是我透過脂肪的總攝取的熱量 但因為我們都有學過 脂肪1克等於9大卡 所以500除以9 痾...這樣子等於 等於多少 好我算不出來 反正就是50幾 但我也不太管 反正就是 我一天大概攝取50幾克的脂肪 我剩下的 才會都是給carbs 就是2000 減掉500 減掉440 減掉940 等於1060 這個是我一天 碳水化合物的熱量 那碳水是1克等於4大卡 所以1060除以4 大概我可以吃250克的carbs 登登 那根據我剛剛所得知的 我可以畫出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圓餅圖 那其實這個三大營養素的分配呢 真的是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答案 基本上就是 會根據每個人的飲食的習慣 或者你的目標去設定 一般建議而言的營養素的分配 大概就是長這樣 就是你的碳水化合物會佔50%的總熱量 然後25%是蛋白質 那甚至如果你想要減脂需求的人 你可以再把你的protein的比例再拉高 可能變成30%以上 然後carbs可以再減少 大概40% fat的話 建議就是維持在這個區間 你可以再少一點點20% 就是不建議低於15% 好 那以上所講的都是非常基礎的觀念 一般人要怎麼去應用呢 對我而言 其實我只要知道 我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質的克數 會去意識這些蛋白質 可能平均的分配在我的三餐 我只要去讓我的蛋白質量達標 稍微的意識到 我一整天的卡路里量 大概是落在哪裡 根據我的目標去設定的話 其實我覺得對於一般的大眾而言 就滿足夠的 太需要一一的上放秤去精算這部分 那當然就是現在有很多方便計算的app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在初期的時候 可以先用app來幫助大家去建立一手習慣 你再慢慢的建立自己覺得很舒適的飲食方式 好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部分的人會犯的錯 第一個 少於TDE太多 因為我覺得這類的人 可能根本就不知道TDE是什麼觀念 他們就只知道說 我就是要吃很少很少 那其實一般以女性而言 如果即使你要吃少的話 也會建議大概吃1200到1500 男生的話可能就是1600到2000大概之間 如果你低於這個數字的話 你的身體可能會處於一個節能的模式 就是因為我們的身體很聰明 就如果你長期都吃少於需求的話 你的大腦會緊爆緊爆 整個基礎代謝率都會下降很多 因為你的身體當然不希望你餓死 所以自然而然你消耗的會少很多 就變得說你又要吃更少 來讓自己可以達到熱量識字 所以呢 如果你不想要讓自己的身體 做到這種很聖能的模式的話 就會建議不要吃少於TDE太多的量 那像我的教練都會說 只要就是減少200大卡就好 那對於一個想要有比較明顯效果的朋友 可能就是減我剛剛說的 300到500大卡之間的熱量 絕對不要實行那種 低於800或是低於1000大卡的超低卡飲食 對你的身體會有傷害 第二個錯是蛋白質不足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台灣 亞洲 因為亞洲我們就是喜歡吃高澱粉 麵飯類為主食的東西 那當然現在就健康的意識比較盛行 大家常常會說高蛋白質 可是你真的知道你那一碗的蛋白質量有多少嗎 假如我問你一顆雞蛋的蛋白質有多少 你回答得出來嗎 好累啊 一片雞胸 手長大的雞胸 蛋白質量有多少 有多少 如果你都可以回答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算是有蛋白質意識的人 可是如果就是你這些最基本的都不知道的話 其實會建議留意有那種肉量表的地方 然後那基本上長期而言 你就可以建立這些食物的一個營養的觀念 所以其實對於一般沒有在運動的朋友 就是會建議大概吃蛋白質乘以1到1.5倍的克數 如果你有在運動 跟你想要讓你的肌肉有比較好的成長的話 你就是要吃大約兩倍之間的蛋白質 太多人會犯下一個迷思 就覺得減脂的時候就要狂做有氧 運的時候就是動訊 所以很多女生就會覺得 我不要增肌我不要變成金剛芭比 狂做有氧就好 可是你們有看到過我以前的身材 就是即使那個時候 我比我現在的體重還要少 然後肌肉量當然也低很多 我就是狂做有氧的女生 有一點泡芙 然後身形看起來也很乾比 我覺得當你做有氧做很多 然後你又吃很少的人 你大概身形就是會變得有一點泡芙泡芙的 你絕對不會達成你想要的曲線的身材 所以呢其實像我而言 我不論是增肌或減脂七 其實我百分之七八十 我做的都是主力訓練 帶有負重的或者是主力的訓練 那其他20%呢可能我會做一些HIT的訓練 我本身就是一個很長走路 然後我又會去遛狗 所以我日走萬步已經算是我的有氧 基本上我不用再額外花太多時間做有氧 我的消耗量就夠了 因為我知道說我要達到增肌減脂的需求 是達到赤字以及盈餘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去調配我的營養 就是可以達到那個目標 你不需要認為說減脂就要做有氧 增肌就要做重訓 我還是會建議你至少50%以上 你要分配給主力訓練 那其他當然你也可以做你愛做的一個心肺訓練 女孩們請做主力訓練好嗎 最後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很多人會設定非常不切實際的目標 我覺得這跟整個YouTube的一個風氣有關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YouTuber 你知道他們會做那種很奇葩的一些實驗 比如說一週挑戰瘦什麼五公斤 或者是兩天內瘦三公斤有可能嗎 或者是兩天只吃蘋果的這種實驗 我覺得非常的誤導大眾 跟讓大家覺得說就是一週要少掉很多公斤 才叫做成功的減肥 可是你們有發現嗎 就是這些YouTuber 或者是這些就是挑戰極速瘦身的人 他們99%的人那個體重都會回來 甚至就是持續的上升 變得比他們以前還要更胖 因為這不是一個正確的飲食觀念 那我之前有強調很多次 如果攝取量突然間少很多 那你身體進入節能的模式 你的基礎代謝率下降 你的消耗量跟著下降 你會更容易陷入減肢的平台期 甚至你的體重會像溜溜球一樣的回來 所以我會建議採取一個循序漸進的方式 在醫學上面會建議說 你一週內下減的體重 要抓你的體重乘以0.5到1%的量 你可能會覺得很少 比如說我是一個50公斤的人 那我可能我的目標就是 我一週減掉0.5公斤就好了 也就是說如果我四週下來 我一個月減掉2公斤 就是一個非常健康非常正常的範圍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為什麼有些人兩天三天內就可以少2公斤 那可能大部分都是水分 不是真正的脂肪 去年12月的時候 我真的是處於一個滿肥脂肪量滿高的一個時期 因為那時候很多聚餐嘛 然後我也會很不受控的想要吃很多 想要吃很多甜食 體重有微幅度的上升到56 那現在已經經過了一個月 我就是依照我剛剛所說的方式 去循序漸進的減少我的卡路里 然後我也比較少吃一些高熱量的食物 多吃原型食物的體重是一個月下降2公斤 所以是非常正常跟健康的範圍 那你可能會覺得 下降的數字似乎是太慢了 可是如果你以長遠而看 如果你一個月可以下降2公斤 那你持續做一年的話 2x12不就等於20公斤嗎 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比較正確的心態 做減肥這件事情 而不是一直都希望一個短期快速 然後有神奇藥丸的秘方 可以讓你馬上變成窈窕淑女 可是你的肥肉並不是一天造成的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好嗎 很多時候是因為你的做事的生活型態 或者是你長期以來的那種飲食的習慣 導致你有這樣子的一個體重跟脂肪的量 那如果你想要一個長久的變化 你就應該要下定決一個長期的一個調整 你才有可能慢慢的去達成你的目標 我這集的分享就大概到這樣 希望今天的觀念對各位有所幫助 那如果你喜歡這種談話式的影片的話 也請給我一點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